好的 曲播各位觀眾 強談力情馬即將清洗北台灣 而記者為你守候賽的呢 就是在基隆的外木山的這邊的海港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的這個浪啊 已經比平常大的許多了 現在可以這個浪啊 非常一排一排的一排的 是不僅的往這個岸上來打上來 而且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看到呢 現在這個海巡署的人員 通通都已經來到了這個海港旁邊呢 在做一個巡邏的動作 因為呢 稍早呢 還是有不少的民眾是來到岸邊這邊呢 想要來觀浪 因為他們都說 平常這邊的浪沒有那麼大 所以今天特別想要來看一下 而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呢 平常呢 這邊算是一個休閒的漁港 所以呢 這邊其實是一個步道 可以讓民眾這邊下去來看浪 不過現在呢 通通都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上面已經寫了 是管制的區域禁止進入 因為呢 基隆呢 因為現在這個力情馬來到了 即將清洗台灣 已經發布了海上的警報 所以呢 這邊呢 通通都已經列為是管制的區域 而另外呢 可以看到在另外一個角度那邊呢 原本是一個海水的一個游泳池 不過也因為這個 現在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所以今天也通通都是暫停使用 而這個外木山這邊的海域呢 平常這邊會有這個休閒漁港啊 會非常多的遊客來這邊 不過稍早呢 聽這個海巡署的人員強調說 因為今天這個風浪呢 是越來越大 所以很多遊客呢 都是取消了行程 而在那邊的這個漁市呢 也通通都沒有開門 所以今天這邊算是比較冷清 但是 稍早還是有不少的民眾 通通都是跑到來這邊來觀浪 但是要提醒大家喔 雖然呢 會覺得說距離有點遠 但是危險性還是在的 所以海巡署的人員呢 是不敢大意 一直兩個人在這邊呢 不停的是走來走去 要來勸導民眾 千萬不要再靠近了 所以看一下 現在這邊是太陽高照喔 不過這個力氣碼呢 確切影響時間呢 是在今天的下半天 以及到明天一整天 所以提醒民眾呢 務必要離這個海邊遠一點了 以上現場最新 慶得還給鳳麗主播